欢迎收听我当鸟人的那几年第124集 惰性 这可以说是张世飞最软弱的一根肋骨 本来呢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了 实在不忍心 就这样让笑容又从梁玉儿的脸上消失 在打车点前排了长长的队伍 交通拥挤造成的 这没办法 梁玉儿挽着张世飞的胳膊一直没有放开 他真的很开心呢 笑的是很甜很甜 然后不住的对张世飞说这说那 惹得一旁的路人不住侧目观望 都说笑容是女人最贵的化妆品 这话真没错 本身她的容貌就十分出众 再加上这份笑容 一时间都让张世飞有些不敢直视 要说在路人的眼中 美女成可贵 但是美女的身边要是没有男人 那就价更高了 往往美女身边的男人呢 是要遭到唾弃的 就像是周围的这几个小伙 望着张世飞的眼神里边 充满了一种好白菜 都让猪给拱了的憎恨 张世飞心里这个无奈呀 望着那些吃不到葡萄的人 心想着你们也不用这么看我 其实我也没尝过葡萄味呢 他大言了 更可气的是张世飞身后的人群中 也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睛的帅哥 竟然用手机放起了那07年曾经 风靡一时的重金属摇滚之 爱大了受伤了 那歌词听在此时的张世飞的耳朵里 就跟狗挠门似的 爱打了吧 受伤了吧 这就是为爱付出的代价 代价你大爷爷代价 张世飞啊骂了一句 也不知道是哪位哥哥如此复古 竟然还放这种歌 真够一闹的 梁玉儿倒是没有发现路人的眼光 依旧对着张世飞笑着 说一些好像小女孩才说的话 估计是她历时太早 之前没有机会 所以呢 现在才要说个痛快吧 等上了车以后 她才安静下来 张世飞心中不由的感慨 看来自己确实是跟妖怪斗的时间太久了 总是在压抑的气氛中度过 一时间接受不了如此欢快平常的气氛 要说上次密山之行以后 梁玉儿跟何家的关系就两清了 所以他自然跟他何世成划清了界限 听梁玉儿说 由于何千被野雄给吃了 G203的打击 让何世成的废物有些适应不了 所以暂时休学在家 张世飞冷笑了一下 活该 这没啥好可怜的 可怜之人必有傻叉之处 幸好梁玉儿还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 于是张世飞呢 先陪他去了他之前住的那间公寓收拾东西 他以前十分的节省 公寓里面的只有一些衣服和书 两个皮箱就够了 帮完家以后两人都忙出了一身汗 梁玉儿跟自己的同学们说了几句话以后 便拉着张世飞吃饭去了 两人来到了学校旁 一家装修海寸典雅的烤肉店 点了些大片肉蔬菜筐以后 便坐了下来 张世飞渴了 就又要了两扎啤酒 啤酒下肚 整个人也就跟着凉爽了起来 张世飞望着梁玉儿 他一直在笑 张世飞不由的感叹道 哎呀 这真是事实难预料啊 记得上次跟他吃饭的时候 他还是满面的愁容的 而且还哭得不像个样子 不过这还没过多久 两人再单独出来吃饭 彼此的心情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许啊 这就是缘分吧 只不过有点像孽缘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那梁玉儿呢 见他没有缘由的笑了 便歪了歪小脑袋 然后微笑地问他 笑什么呢 从见到我就开始傻笑 原来女人的头发长得这么快啊 记得张世飞第一次遇见梁玉儿的时候 她的头发踩到肩膀 但是她现在的头发却已经盖住了锁骨 她的体型纤细 胸却不小 幸好T恤呢 比较宽大 看不出来多少端倪 不过方才张世飞已经试过了 确实很壮观啊 左边露出了香肩 奶白色的皮肤很有光泽 发丝滑落 梁玉儿整理了一下头发 这个细微的动作又让张世飞有些血晕呢 他竟然有些看着吃了 张世飞在心里暗骂自己 妈的 什么时候你编的这么没有定性呢 梁玉儿见他望着自己也没恼怒 反而眼神中充满了柔情 只见他对张世飞说道 我脸上有花吗 这么盯着看 张世飞压了口唾沫 慌忙又举起了酒杯 然后咕咚咚的往肚子里灌着啤酒 没一会儿呢 肉上来了 两人便开始吃了起来 谈话中张世飞尽量避开那些 可能会触及到42节的话 虽然他曾经对梁玉儿说出过一些 足以遭受诅咒的话 但是那时的梁玉儿毕竟没有表态 所以呢 应该不算 但是现在不同了 张世飞心里明白 为了以后着想啊 形势必须要小心谨慎 一个不留神 就会被诅咒所和谐呀 他妈的 张世飞骂到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身上的诅咒 怎么这么恶心呢 这不让说这 不让说那的 可是两人在一起能说啥呀 弄到最后十句话里面 六句是敏感词 搞得他这个头疼啊 梁玉儿问他怎么了 脸色这么不好 他只能推脱日这两天有点着凉 都说酒壮怂人胆 等饭吃到差不多的时候 两人也各自喝了 近两扎的啤酒啊 梁玉儿本身就很能喝 这是在狼嚎里面练出来的 张世飞现在却已经没有以前能喝了 两杯酒下肚便有些上头 他望着那喝完酒以后 脸颊有些微红的梁玉儿 忽然觉得现在这个气氛 似乎很适合跟他摊牌 毕竟总逃避那也不是办法 长痛他不如断头 直接对他说出 咱俩现在还太小 你能不能再等我个一年半载的 说出这句话 对啊 张世飞心里想 这没什么大不了啊 于是他又让服务员上酒 咕咚咚喝了一大口以后 鼓足了勇气 他刚要开口 那梁玉儿抢先说了 对了 我妈还给你拿吃的了呢 一会儿去我那儿取啊 一句话 又把张世飞已经到嘴边的言语 呛回了肚子里 张世飞尴尬的笑了一下 气氛又不对了 于是他只好问道 那那那阿姨太太太客气了 都都都都说没什么了 带什么吃的呀 这这边又不缺吃的 梁玉儿笑了一下 你从我家走之前呢 不是说喜欢吃我家 小鸡下的笨鸡蛋吗 我妈妈煮了43个 让我给你啊 还有胖子和翼哥 他说这边的鸡蛋 没有那边的好吃 张世飞听到这句话以后 心里顿时一阵温暖 这有人想的感觉啊 他确实好啊 想想自己当时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 那梁玉儿的母亲 竟已经记在了心里 不由得让张世飞 这个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人 有些不好意思 他想着想着 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 这怎么还整出单身术了呢 而且还有一件事 他想不明白 于是便对着梁玉儿说道 你不是说 你在火车上没吃饭吗 有主机蛋 为什么不吃啊 梁玉儿听他这么一说呀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他笑了笑 眼神里满是柔情的望着张世飞 其实我妈临走前 也给我煮了三个 让我在车上吃 但是我一想你爱吃 哎呀 我又不饿 没什么的 张世飞愣住了 他望着眼前的梁玉儿 一时间竟然有些想哭 为了让张世飞开心 却宁可自己挨饿 这样的女人 让张世飞用什么勇气 说出可能会伤她的话呀 亲爱的 明天你打算怎么过 酒足饭饱 梁玉儿用手肘支着脚下巴 笑眯眯的问着张世飞 张世飞望着梁玉儿 此时的他心里乱的可以啊 明天是什么日子 他自然知道 七夕节啊 东方情人节 说到这节日啊 本来以前张世飞是很喜欢的 毕竟对于这灯厨子来说吧 这无疑是泡妞的两大至尊节日之一啊 和西方的二月十四一样 很多东方的中小学校里面的小情人 都会选择在这一天入顿房 张世飞之前勾搭的那些女人呢 也是如此 虽然他们都口口声声美其名曰 为了坚真不渝的爱情 但张世飞明白 这不过是这些个拜金女钓小哥的借口罢了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牛郎之女这故事是怎么回事 这个牛郎之女的故事啊 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 讲的是一个凶大无脑的无知少女 春游的时候呢 没有丝毫的危机意识 脱光了衣服下颗洗澡 恰巧被一个农村养牛大户发现了 养牛大户呢 在自己的好机友老黄牛的轿座下 掏走了无知少女的内衣 并以此要挟无知少女 这个无知少女呢 迫于养牛大户的淫威 终于坠入了火坑 在一棵老鱼树下领了结婚证 张世飞很纳闷啊 这按照常理来说吧 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行与妇女发生性行为 这他大爷的完全可以算是坚强罪 强奸罪啊 怎么到最后 那无知少女还真爱上了一个臭养牛的了呢 难道被强迫还能强迫出感情了 还如此的死心塌地 被拘留了以后 利用一年一次的探监机会 跟他养牛的相会 这到底是为啥呢 直到后来张世飞终于明白了 怪不得有这么多的女人喜欢这个街呢 感情啊 全是一帮无知少女 光看表面 不看里层 对他们来说 清明街跟七夕街本来就没啥区别 有个街就不错了 可以名正言顺地掉一把大款 剩下的要求那么多干啥呀 当然了 这些只是张世飞以前的看法 他以前从来就不相信女人 现在他的心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他明白啊 眼前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是想在明天跟他确定关系 老天爷啊 这可不如闹笑话呀 要知道张世飞是何许人也呀 想到李来英之前给他取了个绰号 叫做魔鬼客妻王他大爷的 以前只听说过客夫的 头一回听说到客妻这一说呀 要知道梁月儿这一确定 弄不好就能给确定到阴事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对于张世飞来说 并不比跟他卵腰对阵来的轻松啊 张世飞慌忙咳嗽了一声 伸出手去抓了一根牙签 一边踢牙一边插下来话题 那个我我说别别别别叫亲爱 怪怪不好意思的 梁月儿听他这么一说呀 不由的感觉挺奇怪的 要知道张世飞之前那么强势的追求他 为啥现在却又扭捏伤了呢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呀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羞涩男吗 追到手以后害羞了 梁月儿虽然以前在夜场工作 见过无数的男人 但是像张世飞这样自我矛盾的 还真是头一回遇见 他眨着大眼睛 望着张世飞那副明显有些慌乱的神情 想了一会儿以后 竟扑吹一声笑了 只见他柔声的对张世飞说道 好了好了 不喜欢我这么叫 那我就换一个 嗯我想想 叫你什么好呢 弟弟 哥哥 还是叔叔 我靠 他这是以为我有什么特殊嗜好呢吧 有没有搞错呀 张世飞老脸蹬的一下就红了 虽然在听梁月儿叫他弟弟的时候 心动了一下 但是这根本不是重点好不好 我根本就不是预解空啊 张世飞竟然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他慌忙对梁月儿说 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 梁月儿见他这副模样 不由得有些无奈的塌了口气呀 那神情倒是显得真比张世飞大很多的样子 只见他微笑着说 没关系 我明白 我对你 你怎么样都好 你明白什么呀 你明白呀 根本就是越瞄越黑了吧 张世飞都无语了 只见他梁月儿用手指头 轻点住了自己的下唇 想了一会儿以后 对张世飞说 既然你都不喜欢 那我叫你什么呢 你应该很喜欢古代吧 要不然也不会对我说什么前世今生什么的 那我就叫你蟑螂好了 蟑螂 还蚂蚁呢 张世飞听到这声蟑螂以后 顿时再次崩溃了 嘴皮子一向很利索的 他竟然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了 只是吹头丧气的搭了着脑袋 那梁月儿见他不说话便问道 怎么 你不喜欢吗 我喜欢才怪呢 张世飞苦笑着看着梁月儿 那啥 你还是换一个吧 要不然就直接叫我名也行 那怎么行 梁月儿满脸幸福的说 你是我第一次喜欢上的人 怎么能叫你的名字呢 要不然我接着叫你亲爱的 那你还是叫我蟑螂好了 张世飞完全妥协了 因为他无法反驳 那梁月儿一句句无心的话 都仿佛是一把抹了奶油的刀子似的 扎在他身上 让他感到又幸福又疼痛 他见无法说服他便默认了 蟑螂就蟑螂吧 一个代号而已 毕竟比他弄不好就能索命的 亲爱的要强上百倍了 梁月儿见他妥协 不由的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很显然的 他是一个很懂风情的女子 明白男人想要的是什么 现在酒足饭饱 于是他便对着张世飞说道 咱们一会去哪啊 哪都行 梁月儿想了想 他望了望烤肉店窗外的街道 然后对着张世飞轻声的说 那就陪我四处走走吧 想想自从上大学以来 我还没有好好的玩一回呢 这次我要玩个痛快 买完单以后 他便揽着张世飞的手 走出了烤肉店 两人结结实实的封了一下午 去了很多地方 纵使妖怪体制的张世飞 也有些吃不消啊 不由得有些感慨 这女人真是一种比妖怪 还要凶猛的动物啊 起码在逛街的时候 她们的角力 要比妖怪还要顽强的许多呀 见惯了梁月儿 以前忧郁冰冷的一面 现在的梁月儿的热情 还真有些让张世飞吃不消 这个下午 他们去了游乐园 光是那个什么 钢铁之龙过山车 就玩了三遍的 尽管这玩意 对于张世飞这个鸟人来说 简直就跟走平地似的 但是也耐不住总绕圈啊 三圈下来 张世飞只感到一阵恶心 梁月儿呢 确实意犹未尽的样子 跟张世飞笑着说 真过眼 感觉就像飞了似的 张世飞慌忙去一旁 买了俩甜筒啊 希望用冰激凌 能堵住他这飞翔的梦 听他说呀 这是他第一次来 两人坐在一个 书音之下的长椅上 梁月儿对他说 这还是我第一次进游乐园的 你呢 应该经常来吧 张世飞心想 你别说 不久之前 我还真来过一次 不过是晚上 跟俩老爷们 来抓一个小妖怪的 但是他自然不会这么回答呀 我呀 我小时候来吧 长大就就就不来了 你说你这是第一次来 以前没跟何日成 抱歉 梁月儿很显然没有在意 只见他舔了一口血糕 没有 我只想跟我喜欢的男人出来玩 又是一阵感动啊 心中的暖流 即使冰凉香草味的冰激凌 都无法使之冷却呀 感动的同时 望着梁月儿这么活泼的样子 张世飞也就是啊 仿佛之前的那些疲惫 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真的自由了 他打心眼里替他感到高兴 这份高兴使张世飞 暂时忘记了这些 不过是短暂的温存 他心里想着 算了 就一个下午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与其畏手畏尾不像个爷们 倒不如放开手去陪他一会 毕竟呢 这也是他心里所期望的 爱情不就是两个人 在一起开心嘛 但是高兴归高兴啊 梁月儿想去玩鬼屋的时候 张世飞说什么也不敢进去 两人疯了整整一下午 梁月儿的快乐 把张世飞似乎也感染成了一个孩子 快要傍晚的时候 他俩才走 梁月儿抱着一个很大的毛绒公仔 满脸都是幸福的神情 这是刚才在游乐园里张世飞赢的 对于这个鸟人来说呀 射击游戏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一轮下来那店老板的脸都绿了 心想上眼前这逼养的不会是国家队队员吧 于是慌忙笑脸相迎啊 并主动拿出了他店里的最大的一个毛绒熊 并掏出了50块钱 对着张世飞说出了那句经典对白 都是混口饭吃 兄弟不要赶尽杀绝 张世飞其实也不缺这俩玩具钱 不过看这店主这么一说 他没停下来 要不然他完全有这个本事 能在200块钱之内将这家射击游戏店里的所有玩具洗洁一空啊 梁玉儿抱着那个大毛熊 望着张世飞 说来也是奇怪 之前那个自己有些厌烦的男子 现在竟然是越看越喜欢 可能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陷入了爱情的双方 能不断的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 回去的车上 张世飞见着梁玉儿似乎很喜欢这个毛龙公仔 也很高兴他自己也终于发现了自己除了能变出变态鸟之外的优点 想不到自己的拿手本事 即使不是用来对付妖怪也能这么好用 两人在大学城的边缘下车 此时夕阳西下 落日染红了云霞 秋天确实到了 空气在此时也稍微的凉爽了起来 哈尔滨的江北区不像是繁华的都市 路两旁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也没有那些烦躁的堵车鸣笛 从高处打野望去 甚至能望见那松花江的尽头 夕阳染红了江面 远方的地平线近在眼底 这幅宁静的画面是那样的祥和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